阿姨已经把钱给我了 然后这是菜单 这是采购清单 一共要办45桌 可以说这是一份沉甸店的信任和责任 宇哥你是负责杀猪吗 对 那你就 你寻好你的职责 先去把市场上锦翘的东西先把它买了 好了 慢慢来 到市场了 现在开始点货了 先到调料铺来点调料 来 你看一下这些 你哪些可以拿 你又拿哪些 其他的我再买 他这个老板忙的 饭都没空吃 把货点好了 拿自己算账 等一下送货过来 谢谢 就得一样了 帮我撑10斤盐菜 好的 等一下过来拿 生意很好 很好 这边这个腌鱼 经常来买腌肉 今天腌鱼是跟二国家拿了 然后试看一下腌鱼怎么样 今天的饼子不要太酸了 你来尝一下 腌鱼肉是有点贵 这么一袋就要380了 我腌鱼采购的话 真的还蛮便宜的 老板 先捡了 小子女 采购采购 采购 红椒还有吗 大红椒 今天没有了 今天好多拌酒的 我看到你这么多呆 我就知道你忙了 你看一下要什么 好的 上去吧老板 现在来找猪耳朵 猪头皮肉用来做红皮肉 老板说不少了 15倍 那也得买了 要不然还挑的话 等一下碗子都没有了 这两年半就可能太多了 买了这么一点啊 现在都很方便了 全部是买调料 买蔬菜 蔬菜 阿姨都有 买了一点点 我的货 对 这猪 有200斤吧 可能 有200斤 现在要 到时候看这个猪 那个 有个红烧猪脚的 那个红皮肉嘛 我买了一点猪丑肉 但是不够 可能还要撑一点 才能看要买多少 再去买 拜拜 外面已经找不到猪脚了 上午我尝试来看一下还有挺多的 现在也只有两个猪脚了 都是后脚了 没办法也得买了这个 我买丁谱吧 诶 能不能慢用点 刚刚在超市 是买到这么多不够 还找一个 超过了两斤 也没事 因为这个猪脚 它不能够分开 是不是 好了 回家了 女哥本来安排去接亲的 现在被倒露了 弹下感想吗 没啥感想的 厨房很走不够啊 因为那好多人都去了 年轻人都去了 他们年轻人不太会 做这些厨房了 别生气啊 大都给你断断了 哪有生气啊 这么用力才可以切断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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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一个炸红薯 安排我的阿姨他们来切 人家里面都是切菜的老手 切的好均匀的嘞 狗猪啦 老手都在我们家外面那边路上 都在我们家外面那边路上 里哥不得炸红薯肉 猪大肠 瘦肉 各司其子 切菜 洗菜 我是沾了堂弟的喜气 你沾我的喜气 我现在调个粪姜 现在炸这个红薯 这是明天上桌的一个菜 就是今天先把它炸一遍 明天再复炸的 好 最后一锅了 哇 哇 炸这个红薯 大家别看简单 好久哦 我们炸这个红薯 鱼哥那边炸了 那个红皮肉 又炸了酥肉 现在已经在炸鸭翅了 我们这个炸好 大家看我这个火这边 大家看 我这个手臂上的寒毛都给烧到了 还有这个衣服上面的白 全部都点着那个黑色的腌 那个腌子吗 他脚也被一个哥哥给烫到了 今天出门没看房里 哈哈 没事 完成任务 哥哥他们已经把菜煮好了 我再把这个笋干 芋兰片把它煮好就可以吃饭了 放在上面煮 这么多煮个个半小时吧 吃完饭就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明年早上用 明年早上用 把新房打扮到太多亮了 现在要拿点气球的楼下那里去挂一下 我要站好最后一班港了 还有这个笋子没有煮好 煮好才能回家休息 我和雨哥今天是帮了一天的忙 不能给大家拍详细的那种 就是做婚礼那种喜庆的现场 就是帮忙啊帮工的那种繁忙的现场 就剪一点那个内容来拍给大家看 我们真的就是在努力的帮忙 就只能这样说 因为当做我们自己家的事一样嘛 都开心都高兴 好了 啊 我来给你烧了 烧了 烧了就不太像你嘛 煮好了 捞出来放在凉水里 我来 whose味 你给你烧了 是喔 防止 谢谢大家